赤凯琪 赤凯琪这天就出席化妆品牌活动 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过了近半年没有经理人的日子 Fiona会不会很辛苦 这个礼拜头两天 最厉害的是34个小时里面 我没有睡过 连续的工作 那我觉得怎么做得到就是 我朱里常常说我是一个 信念最强的一个人 除了精力最强之外 他常常说虽然你比我大 但我就很期待着有一天你 精力没那么好 就代表说他不用这么苦了 那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生命一切一切都是 有关于时间 时间timing 你要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 然后我现在就相信 我现在的时刻就是要努力 好好的工作 那等我退休的时候 我就好好的非常努力的享受生活 去玩 然后去旅游 那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把握我的 就是时间去做 一切一切我所爱的工作 哪怕是就是没得睡 那今年的圣诞节 Fiona会不会被自己放下假 和身边追你的男生约会一下呢 但是这个圣诞我都可能会去内地拍剧 所以都是工作中度 男生其实大家可能很难相信 但是其实我真的是一年三百多人 我都是不断在这儿做的事 所以其实男士 认识到新的男士 或者有男士的追求近乎是零 好 好 就好好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